就是這麼大的 就是這麼大的 那你們要做什麼呢? 你聽著一下 今個星期就不用用白色蜜汁 因為貨量不夠 剩下半瓶了 變得很快 那些蜜汁跟坊間那些差不多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那瓶圖的 白油 你聽聽 有粒豬在裡面 有粒豬在裡面 方便一點 快點白油和海蛇 感覺上效果不好 效果不好 而且這瓶白油也很少 這瓶也很貴 這瓶是20-30元 一瓶人仔 那它怎麼用呢? 很簡單 不用倒很多 少少就可以了 其實 可以了 用的時候 這瓶比較穩定 真的 比較穩定 要不要洗掉 可以洗掉 這個也是用過的 有白色的 你見不見 用過的 當然洗得很快 你不要擺到一整晚才洗 那它這個呢 看著 那邊寫過你也可以 我就寫它傳統一點 那它這個字有什麼好處呢? 譬如說 我寫了四個字 OK 看著 譬如說 重一點 那些線 那些帶的位置都很漂亮 嗯 你再放一點 哪怕它有使用側風 譬如說 譬如說 我用側風 這樣寫 當然我試的 你知道我不習慣用側風 它都做到的效果 其實 做到的效果 你看到嗎? 這些 非白色的都做到的 不會太過難用 遭到的 如果你用些細緻的話 譬如說 否則 你用來摸捏 再細一點 再細一點 可以嗎? 要再細一點 可以嗎? 而且它的下款可以放在這裏 你放在旁邊都可以 都可以看到 兩邊都可以 如果你是黑色的話 放在這邊會比較好 再看看後面 不透 不透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會塗 由於它的印板比較漂亮 所以比較貴一點 但也值得玩 你寫細緻也可以 寫經,寫碑都可以 感覺上好像挺好看 稍後有機會再寫 這個星期你們有稿 練一練這篇文件 下個星期有這些物質 每個人即堂寫一次給我 下個星期都是寫這篇文件 所以你不知有兩個星期練一練 事實上這兩篇文件你們練過 是寧靜寺也沒練過 但都是這樣寫的 所以就練習它 下個星期即堂寫了一些東西給我 現在練一練這篇文件 我願意就是 我希望大家不用對著高利林的 背了它 好嗎? 背出來了 所以現在試一試試試試試看 是這麼多? 先洗掉它 OK